建管理器 这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 我昨天开始在 真正把自己写的专案 发布在 网路上 就靠这个东西 我们看一下 上次我说 我要做一个 下学期要开一个科学计算的课 然后呢 本来想写一个叫 R.js的东西 可是因为R呢 R.js有人注册 所以我只好改叫RLab 就是R加MainLab的核体 那所以我就写了一个 用JavaScript写了一个这样的 的套件 那你只要 透过安装这个层次之后 你就可以 去做很多科学计算上面的东西 包含像 如果你对R很熟的话 你就知道 里面有像那个 RUNIF 然后呢 RNone 这些可以用来产生乱数的函数 那可以做各式各样的计算啊 然后相关系数啊 标准差之类的 然后呢 可以做减定啊 OK 然后呢 R里面其实也有做矩阵的 只是R的矩阵好像没有MainLab那么强 不过我还是弄了一个矩阵的函视固进来 那就让它可以做矩阵的 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个矩阵 三乘三的 然后把它做inverse 就是那个 那个 就取A的负一次方 就是取它的反矩阵 然后呢 两个再去做相乘 那结果 你就看到像这样子 A 然后反矩阵 然后相乘之后 当然还是要变成对角矩阵 OK 那这个东西 一旦发布上去之后 就很方便使用 我们可以在这里 我们可以先到某个资料夹里面 比如说 我先建一个 先建一个 R就是 JS的资料夹 然后呢 OK 那现在这里是空的 那我就开始 用NPM来 来安装 那这样就安装好了 那安装好之后 你 确认一下 它这边有个模组进来 那我要用的时候呢 比如说 我想做一个测试 我就拿这个当测试范例 那就把它 复制一下 对 我必须要 开个编辑器 那我开个编辑器 那我存档一下 就存在这里 就存在这里 存成叫 就叫rtest 点js 那这个程式就存起来 不过我这一行 是自己内部的用法 如果引用外部的 不用加点斜线 点斜线是代表自己这个资料夹 那OK 这样子 我们就写完了 那这里有一个程式 我们node 那这就是每一个程式的词形结果 那所以你可以很容易的透过 透过刚刚的这些指令 就是npm install 然后node 你自己的程式 就可以使用人家的元件 那你也可以发布元件在网路上 像我这个就是 用npm来发布的一个 在网路上的元件 那也 也有放在github上面 所以这个 这个版本 我如果现在 这个不是我的 好像有很多人取这个名字 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有发布到npm上面 那所以我看一下 我的专案在这里 那这是我的 刚刚那一个网站的专案 那github上面的状况 那github是 开放原始码的人 做交流的一个网站 那有点像 开放原始码人的facebook 我们今天 OK 这个先给各位 参考一下 下学期的科学计算 我打算 继续用javascript来教 所以我打算把自己所有的课程 几乎都改用javascript来教 那这样子就不用 一直学很多语言 那这是今天 第一个 稍微给各位看一下 你可以试试看 你可以试着 照我刚刚的方式 做一下 就这样 开命令列之后 开命令列之后 然后呢 把那个 rtest 贴上去 就可以 就可以执行 试试看 好 那这是 各位 先试一下 这几个指令 那档案你要建立 OK 那它就可以执行 好 那 试试看吗 等一下我们再来上 然后再来